Hello, 我是 Micah Hello, 我是 Sylvia 追求時尚生活 當然是聽SNM on Life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SNM on Life 由 Sylvia和 Mic 大家好 Micah, 我們又要多謝我們廣大的網民 對呀, 他們又請我們喝很多大大咖啡 我很感動 多謝Winnie 多謝Janet Lee 多謝中央 請我們喝大大杯咖啡 是一個非常好的動力 我們會繼續做好我們的工作 對呀, 所以我們今天很有氣 很有力的說話 但你是否想請大家看這部《加油喜事》 對呀, 我真的忍不住 請大家看戲 對呀 那天我看完Mo姐的結婚 我立刻說 我發了惡夢 原來是真人版的《加油喜事》 對呀, 前陣子是Mo姐嫁女 你想說一下她的衣著嗎 對呀, 那天我看到她發過了幾張照片 哇, 我立刻說 Mo姐你搞什麼呀 人家就是做外母 那天有什麼不妥呀 她好像那天給我感覺 她好像在7-11買完東西回來 不過這樣呀 其實結婚是人生的一大非常重要的事情 對呀 一生人至少一次 所以穿那件衣服也很重要 當然啦 所以我們今集主要就是說 《加油喜事》 你穿什麼衣服 去參加你的婚宴 對呀 喂, 那我剛才說到Mo姐 你覺得Mo姐當晚穿的衣服 有什麼不妙的嗎 對呀, 那天我看到她發的那張照片 是一個日後的Garden婚禮 對呀, 現在很流行的 對呀, 那她跟未來… 不是未來啦 趁家, 趁家奶奶兩個拖著手進 我愛了 有什麼問題呀 我看到對面那個奶奶 她露了肩膀 露了事業線 逛過Garden 其實這個這樣穿的 叫做Date Time Reception 是不太適合 再加上又是長裙 其實一般這些Date Time Reception 在婚禮的 應該是穿Cocktail Dress 咦, 那Mo姐這件 算不算是Cocktail Dress呢 這件不算 這件算是7-11 Dress 問題在哪裏呢 因為你不會選擇這樣的顏色 哦 因為我告訴你 如果她在婚禮的Date Time Cocktail Dress 都是以Bright Color 以及淺色Pastel為主 她兩件都不適合 不過婚事真的很重要 尤其是自己做主人家 奶奶、外母的時候 當然啦, 沒錯 很重要 接著我們看到這個動靈女神 就是吳婉芳 早前做了奶奶 沒錯 當然, 你發現她仍然很美麗 但這三方面穿得對嗎 其實真心說一句 白色我們一般都不會在婚禮 甚至親戚上頭裏穿的 是應該留給新娘的 哦, 所以白色就不適合 但是紅色這件又行不行呢 紅色可以 不過絕對不會是一個鮮紅色 不過這個也OK 不過是她 我會穿得再加暗一點的紅色 但真的很漂亮 沒錯 然後我們還有另外一個FashionSense很厲害的 安安姐 她之前也是嫁女 喂, 無敵了吧 這件長旗袍 沒有得說 安安姐 比女兒更厲害 因為你會發現她的身材 她穿那件旗袍 選美的 漂亮的新娘 是的 但她這件衣服就比新娘更厲害 我想全場看她不是新娘新郎 是看外帽 作為外帽 這件會不會少少暴露一點 應該是不可以這樣穿的 因為很少人來要露出身材 露出身材 我覺得那天可能喝多了一點香檳 那要小心一點 如果要露出光 沒錯 同友 另一位動靈女神 就是陳美玲的Agnes Chan 她絕對穿適合衣服 這些我們所說的 紫紫色的 很適合外帽 家人穿的 是非常適合的 我一件事我覺得奇怪 為何美玲姐還會說少女頭 這是她的標誌 你不要搞她的頭 記住 你們千萬不要學 因為你們不是美玲姐 因為她要上台唱香港香港 沒錯 但如果作為婆婆的話 你們不要說少女頭 會被人笑 還有一些音 也挺特別 不過這個陳美玲OK 接著我們有Gigi姐 她代表一種 比較豐滿的女性 我覺得她這件衣服也穿得欺負到好處 欺負到好處 不過有件事很奇怪 我留意的是 日常婚禮 所以我跟大家說 不要穿一些深色的衣服 例如黑色的裙子 是禁忌 所以她可以穿這件橙色 但不要穿同一個顏色 可能穿白色 不一定要穿黑色 這件在宴會廳中的紅色 我覺得還不錯 麥哥你怎樣看 我很喜歡這件紅色 剛才我剛才說 你可以穿紅色 但你穿一些比較深色的紅色 有些叫奶奶風範 奶奶很重要 接著我們有芳芳姐 她當時做外帽 這件衣服沒得輸了吧 芳芳姐穿旗袍 絕對沒有 很有時尚的感覺 對 我喜歡她選擇旗袍 有什麼? 是顏色選對了 你不要選白色 鮮紅色 你這樣吧 剛才你就知道 你是喜事得來 加上什麼? 你知道嗎? 我是外帽 完全三星 沒有錯 絕對沒有 非常好選擇 接著我們有七公主的寶珠姐 她這件衣服是在婚姻燈記處影 那是否可以比較隨便 隨便不會 不過我贊成日常的婚禮 儘量穿淺色 不要選擇深色的紅色 但這個圖紅色很多女士喜歡 但也不是日常的婚禮 是一件活動的首選 知道 可能是粉紅、Pastel 沒錯 到了晚間的時間 你會看到她穿了一件白色的旗袍 軟體好像楊兒感覺 也挺漂亮 不過旗袍也沒事 寶珠姐的身材很好 但顏色我們所說 記住 白色應該留給新娘 即使旗袍也一樣 沒錯 所以最好不要選這個顏色 可能顏色會不會好很多 立即贏 沒錯 立即贏 接著還有嘉燕姐 七公主之一 我覺得她做奶奶的這個服裝 很漂亮 而且顯得她有點瘦 沒錯 我剛才說 你穿套裝是最適合 這些比較肥小的奶奶 而且嘉燕姐真的很開心 她兩套日常的衣服都穿適合了 不過到了晚上 就繼續登台上身了 那天可能剛剛登台 沒有時間換衣 不過還可以 至少她真的像奶奶 但是紅色 你說搶了人家 不過她有紅金 這樣就好一點 沒錯 當晚的嘉賓 又是我們最近贊得很重要的 林林姐 她的時尚很高 這件又如何呢 非常之好 林林姐的味道真的可以 除了顏色選得對 還有上一年多 其實穿套褲 或者褲的套裝 都是很適合 而且感覺上有些高貴典額的感覺 說到高貴 看看一眾明媛 她們的女生出嫁 穿什麼呢 有零零 豬零零 這件會不會是一個非常好的示範呢 這是典範 典範 沒錯 我都說了 顏色選對 裙形選對 最重要的是 長度 各種東西 欺負到好處 而且很高貴 很有味道 這個才是豬零零的 然後我們還有謝玲玲 當年她是嫁女的 她是嫁女的 她這套衣服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大 這個很鮮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她穿到身後 可能顏色的對比比較大 是有點像夜總妹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其實做奶奶應該比較軟 就不需要做到 始終你那個人不是主角 沒錯 當然了 成宗明媛幾年前有我們的荷莉莉 她是嫁女的那次 她是嫁女的那次 就在教堂這個裝扮 麥哥 她這身裝扮 真的很少見人這樣穿 是否正確呢 不是正確 是絕對正確 真的嗎 這是一個叫做 Royal Protocol 如果你看看英女王 那些皇室人結婚 也是那種 有頂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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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進入教堂 還有她選擇顏色 那個長度 是非常之一流 所以我說荷莉莉真的是荷莉莉 她真的知道 那個叫做 世界的視野是去到哪裏 問多一句 可以 戴帽子應該有甚麼要留意 哪些可以進入教堂 哪些不能進入呢 記住 如果你想進入教堂的帽子 不要太大頂 剛才你看到荷莉莉的頂 不是那些 那些橫臉的 明白明白 不是荷莉活明星那一種 不是那一種 你剛才說的 不是自私躲 不會阻礙人 小小的頂帽子 但有些細節 那就可以了 當然 還有做奶奶 最重要是一件旗袍 你看看 哇 金剛閃閃閃 這些是有錢人 當然穿 這些是我們說 全釘金銀線的 三二太四二太 沒錯 但在日常來說 稍為隆重了一點 一般他們在夜晚 就多數穿這種裙套 我們叫做 即是這些表演 就留在夜晚才表演 夜晚才表演 而且因為這種傳統的款式 是給人感覺 穿了之後 有一點臉腫的 所以新一派的奶奶 就不喜歡穿這種衣服 其實看看你的活動是多長 有些是半天的 那你就自己想想 最重要穿多少 但通常如果你玩一整天 怎麼會只穿一件衣服 當然 夜晚就夜晚 日後 日後 日後很多時候 就在室外戶外 做一些簡單儀式 那如果是的話 有什麼衣服 或者顏色 適合奶奶穿的呢? 你看到我們剛才 有一張圖片裏面 其實在室外的 日後的婚禮 大部分我們都以一些 軟色 比較淡一點的 是 白色的顏色為主 所以你們選擇 不要選擇一些 大紅 大綠 你會發現自己 好像格格不入 感覺 那款式方面呢? 如果身材比較上 比如說 我肚腩比較大 你留意我幫你選擇 幾個款式的裙子 你會發現中間的 中幅比較大 可以放到位置 而上面呢 最好呢 剛剛蓋著那個 拜拜肉 這些呢 多少歲 都可以穿的 而且很大體 很大方 沒錯 而且都舒服 不會說夾著夾著 你穿著又好像很辛苦 動不了 那也未必的 記住不要穿那些 手臂 拜拜肉 不要 在這些婚禮裏面 盡量蓋著手臂 但是如果身形比較龐大 或者年紀大 有什麼選擇呢? 這個很好的選擇 這些叫套裝的 咖啡套裝 這位太太 是我一個朋友 在美國結婚 她是90歲的 你看她穿上身 多雄雄華貴 她戴小小的手飾 但是 全場那晚 她比新娘更漂亮 哈哈哈 真是開心 所以你們記住 套裝 這種咖啡套裝 是特別適合她參加婚禮的 即是女性都可以穿件扁 沒錯 如果你說 不要 我怕長的 不如選一些短身的 短身的 那些套裝 咖啡套裝 都是很適合這些活動的 還有很多顏色 除以 你配搭一套也行 或者裙子和外面 有少許色阻礙 不同的顏色狀 也行 基本上 一定不會錯的 明白 但是當然 我發現中國女性 很多都很傳統的 希望當天都穿旗袍的 對 你選了這件有特別的意思 對 這兩件很特別的旗袍 就是瘦花邊的旗袍 你介紹一下這兩件 我們也會吃的 一位是方燕芬 另一位是李超群 她們是姐妹 這兩套衣服都不是很簡單 但是很快告訴你 她們的花邊 和套衣服 百分百 照配由 上海師師人 瘦完之後 拿到師父裡面 用工資 即是獨身獨製造 但我唯一方面 有一件事 因為它那個叫做琵琶 可以令她穿得更瘦 反而這樣穿得令她的婆婆 但市面上能否買到這一類 還是一定要量身訂做? 基本上是難買的 多數都是量身訂做 因為要記住 花邊買,醫療還醫療買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 這些是旗袍中的極品 香港還有沒有這一類的旗袍店? 有,大家要慢慢找 私信給她 其實說到旗袍 一定要說她,就是利孝和歡人 無論什麼場合都好 她都很雍容華貴 而且她最愛的穿旗袍 但她的襯髮又特別一點 對,是一個很聰明 和更新的穿旗袍方法 你知道過了六十 很自然身形會比較闊 這些類型 外面套了一件好像小褲子 這些穿旗袍是非常聰明 非常雍容華貴 我看到陳太、陳方安生 都是這種穿旗袍 對 所以要記住 如果做奶奶或長輩 穿旗袍 穿旗袍出來 風格 可以說是旗袍 這個風格 氣勢在這裡 嘩! 我告訴你 氣場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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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威哥 不可以只是說女士 可以給少許時間 說一些男士 做外父、老爺 甚至是奔客 沒錯 穿衣服方面 男士有什麼要留意呢 如果是加油起事 對 最重要的是如果有日常 日常的聚會 或者婚禮 記得不要穿全身黑色的西裝 那天我看到 Mo姐的先生 穿一套全黑 把女兒送出嫁 是有少許可惡的 你以為是最安全 我知道 但畢竟是人生一次的衣服 做一點心機 儘量保持淺色的西裝 其實也有很多選擇的男士 有很多 甚至你說我沒有了 我不想浪費錢 很簡單 穿一件紫色的衣服 穿著灰色的褲 也不要穿全身黑色 我覺得粉紅色 夠膽 沒錯 當然 這是刻意的 我告訴你 總之你記住一句說話 去參加日後的婚禮聚會 千萬不要穿全身黑色的衣服 有多好 當然要穿一下 一生人才一次 其實結婚有很多事情要準備 不過時間關係 我們這次先說這麼多 因為接下來的半年 也有很多人會結婚 當然 如果各位網友 有什麼問題 或者想知道 關於家有喜事的話 或者你想聽多些家有喜事的話 你要留言告訴我們 我才會考慮 會不會做續集 那你記住 要登入我們的IG 或者Facebook 做我們的會員 訂閱 然後我們才可以回答你的問題 對 因為我們想我們的溝通方法更多 對你們知道你們的需求 想聽些什麼 看些什麼 再次謝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大家 好朋友 看看我們的節目 還有我們的頻道 多謝你們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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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